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给我们整个晚会一个极好的指点 这次坐着火车去看大海呢 我们是采用实景的方式 我们的演员是从昆明坐上火车 一直到板纳 在火车当中不停地去变换队形 用自己的最美的方式演绎出了这首歌曲 也是对一带一路上最好的诠释 甚至在车厢里面那么狭小的空间 要表现出这么完整的歌曲 这些都是挑战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无论我们是在车厢里面 甚至在森林里面 哪怕一棵树的旁边 我们都可以把它演化成我们自己的舞台 白鞋鸟在云林里面一个热爱自然 崇尚自然的这么一个舞蹈的寓意 希望呼吁更多的保护自然 热爱生态 然后与生态和谐共存的这么一个宗旨 是拍白鞋舞的时候去到现场 当时我都梦掉了 因为从舞台搬到现场 这个原始森林里面 没有想到拍摄的现场是一个坡 地上还有很多石头 都是尖的 即兴加上一些自由的发挥 再加上努力的站稳 当时脑海里就有一个想法 就需要站稳 然后完成好这个舞蹈 这次我看到了很多的前辈 很多的演员都特别的专业 然后让我也学到了很多 我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 准备 走 走 慢一点 看镜头 一二三走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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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